您好,欢迎来到刘晓磊讲透金平梅 我们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 相信你啊,对金平梅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这一讲,我想提出一个假写 如果让金平梅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应该选哪一回呢? 为什么非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呢? 这可不是突发奇想 在我看来啊,入选国民教科书 是一部伟大经典的文学任务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 家如临外史都进了课本 六大名著只差金平梅了 而且这也是给金平梅小说证明的最好机会 但说实话呀,这个工作的难度可不小 一方面,金平梅尽书的名头流传甚广 大家对他的误解很多 另一方面,毕竟我们大家都知道 金平梅里善而不移的文字还真不少 但是通读全书我还是挑出了第62回 潘道士罚遣黄金士 西门庆大哭李平儿 故事呢,从李平儿病重开始 他不断做噩梦 西门庆给他买了昂贵的棺材冲洗 请来道士的实作法都无解于事 李平儿临死前送众人礼物 安排奶妈和丫鬟的归宿 跟西门庆依依依不舍抱头痛哭 李平儿死后众人各怀心事 最后以鹰伯爵劝为西门庆结束 要知道啊,各家删结版几乎没有对这一回动过什么手脚 也就是说,它的内容不设情色 比较适合在公众教育中出现 当然,我选这一回更是因为它不仅体现了金平梅高超的写实艺术 而且也是中国文学里少有的死亡写真 同时在挖掘人的复杂性上,这一回也格外精彩 这一回呢,非常深入地写出了一个凡人面对死亡的恐惧 李平儿才27岁 他病得越来越重 一个花朵式的人瘦弱得像黄叶 胳膊瘦如银条,起不了亢 阴下身流血不停 垫了草脂,要熏上香,驱除血腥气 金平梅让我们看到,他真的不想死 对这个灰仆仆的世界充满了眷恋 但又无能为力 只能在恐惧中等待死亡的到来 小说用噩梦写李平儿的恐惧 他梦见前夫花子虚抱着官哥来索命 他对西门庆说都不敢提花子虚的名字 只说他那似要拿刀杀自己 求西门庆快把道士请来 西门庆开解他 说他身虚气弱才有这种幻觉 此时医生已束手无策 西门庆只好祈求怪力乱神 潘道士来做法 却说李平儿已获罪于天 救不得了 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恐怖 就这样 李平儿被迫面对自己的终极命运 有钱如西门庆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 一点点地吞噬李平儿 正如绣相本第一回开篇所言 见得人生在世 一剑也少不得 到了那结果时 一剑也用不着 在生死的关头 李平儿迫切地需要精神上的安慰 所以呢 当王姑子跨着如饼来看他 他拉住王姑子给他银子 替自己念血盆金颤 还再三叮嘱 王师父 你别走 跟我做两天半 我要跟你说话 讽刺的是啊 王姑子身在佛门 却只是拿佛祖做生意 鲁迅先生写祥林嫂 临死前问 人死了以后 究竟有没有婚领 李平儿问不住 也无人可问 他满怀的恐惧和惶惑 无处安放 王姑子是他能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文学里目睹一个普通人 如何怕死 但又只能独自面对死亡 因此充满了战力和恐惧 作者的态度 一如既往的了经 在这样的死亡面前 任何失忆和勇气 都多少显得有些轻调 小说也用来来往往的众人 映衬了李平儿的孤独 李平儿对人是 有万般的留恋 自己并不高慌 还不忘给身边的人安顿未来 他把自己的奶妈 冯妈妈 王姑子 还有官哥的奶妈 如意儿和丫鬟 叫到床 给他们每个人都留了礼物 而且心细如发 每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 给王姑子的是银子 让他念经 给冯妈妈衣服和银子 银子给他养老 给如意儿两个丫鬟 衣服和首饰 相当于嫁妆 他仔细叮嘱秀春 寻个人家出嫁 担心别人 忍不下这个小丫鬟 还拜托吴月娘 帮秀春寻个单夫毒妻 他这是不想让丫鬟 再当小妾受气了 这一段 让我想起电影 寻梦环游记 死去的亡灵 最怕被亲人遗忘 据说一旦被遗忘 灵魂就永远消失了 李平儿留下礼物 也是希望这个世界 还能记得他 证明他曾经来过 可惜啊 众人的反应多半凉薄 王姑子来了 他说自己不知道 李平儿病成这样 又骂另外一个姑子 毒痛了银子 明日剁阿鼻地狱 还坚持让李平儿 吃自己带来的乳饼 说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吃啊 李平儿说 也得我吃得下去才是 你看王姑子来看病人 可是他先为自己开脱 又忙着骂别人 还强迫李平儿吃东西 根本没什么同理心 李平儿的奶妈冯妈妈也来了 他絮絮叨叨地解释 自己太忙了 其实啊 他是背着李平儿 给西门庆和王六儿做饭 才一直没来 冯妈妈先说 自己忙着去庙里 等西门庆问他 他又说自己忙着腌菜 前言不达后语 至于李平儿的干女儿啊 到死都没来看他 只有丫鬟修生哭着说 我守着娘的灵 李平儿说 就是我的灵 供养不久 也有个烧的日子 你少不得也还出去 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 断肠人送断肠人 通过李平儿的孤独和恐惧 我们看到了死亡的真面 原来 死是将要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 一个人一点点死去 世界依旧喧闹 却跟自己无关了 《金星平梅》里 这一段众生相的描写 纯粹是白描 没有任何抒情 文字隐忍冷静 悲伤啊 却历透之悲 作者并不铺排 人物的心理活动 他只是搭建一个舞台 让每个人上台自己说话 修相本的无名评典者 在此处留下评语 把这一段跟韩语的 纪十二郎文对比 说 不知其言之悲 千古同一伤心 理解金平梅这部书里 人性的复杂和深邃 不不读西门庆和李平儿的 生理死别 李平儿是一贯的为别人着想 他嘱咐西门庆 不要花多钱买棺材 随便十几两银子 买一个就行 你若多的人口 往后还要过日子呢 西门庆心如刀脚 哭着说 我的姐姐 你说的是哪里话 我西门庆就穷死了 也不肯亏负了你 于是西门庆 瞒着李平儿 花了三百二十两银子 买了昂贵的木材 等潘道士涉谈做法 说娘子已经货罪于天 救不得了 西门庆哀求道士搭救 道士说没用 而且嘱咐西门庆 今晚切不可到病人屋里去 恐怕对他不利 你猜西门庆会怎么做呢 这个欲望无穷 自私浅薄的浪子 在这一刻 良知和勇气 竟然回光返照了 书中写 那西门庆 独自一个坐在树内 长着一只蜡烛 心中哀痛 口里只肠虚气 寻思道 法官叫我 修往房里去 我怎声忍得 宁可我死了也罢 须撕守着和他说句话 于是进入房中 一句长着一只蜡烛 表面平淡 却藏着 最深切的悲伤 接下来 我们要见到这部 从头到尾 都在说虚无的书中 最深情的一段对话了 那李平儿 双手搂抱着 西门庆的脖子 呜呜员员被哭 半日哭不出声 知道 我的哥哥 奴承望和你白头相守 谁知奴 今日死去也 趁奴不闭眼 我要和你说几句话 你家事大 孤身无靠 又没帮手 凡是斟酌 修摇 一冲兴儿 西门庆听了 如刀弯心肝相似 哭道 我的姐姐 你所言我知道 你休挂虑我了 我西门庆 哪事里绝缘短信 今事里 与你夫妻不到头 疼杀我也 天杀我也 你看 嫁给西门庆 李平儿吃了很多苦 孩子也没了 自己也要死了 但他还是舍不得这个男人 西门庆 家大业大 呼朋唤友 但李平儿想的却是 自己一死 扔下西门庆 他就孤身无靠了 正因为一往情深 李平儿看到了 西门庆身上 别人看不到的软弱 在李平儿之中 坐着让我们看见的 不是好人 也不是坏人 而是人 是每个人 可以有的 深情时刻 田小飞说 在金平梅之前的文学里 从未有过 如此生动而深刻的 且情人之间的 生死离别 所以呢 如果让我来安排 我会把这一回 编排进 高三下学期的 语文课本 为什么选这时间点呢 因为这是一群 即将迎来 他们成人里的阅读者 作为生命教育 一部分的死亡教育 应该在此刻展开 对于死亡 不是逃避他 而是看到他 评论他 才能真切地理解 生命的价值 而我们目前的中学教育中 还没有能够 深刻地触及这个问题 其次呢 高三毕业 意味着孩子 即将脱离父母的监管 独自面对 欲望的重重考验 让一个即将进入 成年人真实世界的人 看到欲望深渊的同时 也看到一往情深 是一种真正的保护 这个小姐啊 把李平尔之四 单独拿出来 就是一部 关于爱与死的短篇小说 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金平梅的这个篇章啊 在精湛的写实技巧 和深邃的哲学内涵方面 完全可以跟 世界文学名片里 同样提的作品 媲美 如果你的18岁 错过了这样一次 文学的洗礼 那么恭喜你 这个功课 你今天补上了 留个作业啊 我把这一回的小说原文 放到文高区了 有兴趣 你可以读一读 说一说 哪些地方 最让你印象深刻 下一讲 是课程的最后一讲 我们来讲一讲 第一棋书 金平梅 到底其在哪里